感念天师德祖师弘祠 厚得大地圣灵的护佑 那我们前慈悲以及我们各位表演师 以及我们代班的前嫌 给我们这个学习的机会 让我们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 在这边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 探讨我们这个题目 我们今天第一节课呢 叫做探索一贯道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那在现今这个科技文明的时代呢 其实我们都非常的清楚 科技产品越先进 其实呢我们回到家中的时候 其实对我们内在的心灵 其实是非常空虚的 那我们经常手上在滑手机的同时 我们并不能一定能够感受到 我们内在的这一个真心 内在的这一个心性 是不是也有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持续不断的提升 有很多时候 我们非得一定要把手机滑到 眼睛非常酸非常累的时候 才愿意放下手中的这一个牵绊 什么牵绊 就是那只手机跟那一台平板 所以其实呢 科技的产品是没有办法改善我们心灵上的一个空虚 也当在现今这个非常高压力的一个工作的时代呢 我们回到家 其实我们的身体非常的疲累 心灵非常的匮乏 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从平常日常的生活当中 从工作当中 能够得到内在心灵提升的一个动力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信仰的能力 信仰 宗教的信仰呢 带给我们内在心性的提升 宗教信仰呢 带领我们内在能够知足而富足 或许做一个比喻 到2022年的上半年6月30号为止呢 我们全台湾的便利商店的总数 总共有13000家 四大超商加起来总共有13000家 那如果我们用台湾2300万人 去除以13000家的话 平均每1800个人里面呢 就要有一家超商 那可是如果我们用全台湾寺庙 庙宇的数量来做一个比喻的话 我们全台湾 在我们的内政部有登记在岸的 大大小小的寺庙 包含土地公庙 有在内政部有登记的 总共有22000家 我们便利商店普及的程度 大家有没有觉得 温刀行啊靠 我们家巷子口就可以看得到便利商店 有没有 非常普及 尤其是在我们的北部 甚至是同一条路上 可能会有超过两家以上便利商店 巷子口的左边是7-11 巷子口的对面就是全家便利商店 两家在对打 所以如果我们用寺庙的数量 在跟我们台湾的人民的总数去除雨的话 平均每1100多个人 就会有一家寺庙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 其实寺庙在对于我们身处为 在这个时代的人民来说 信仰带给了我们内心安定的力量 我们也了解到 寺庙的数量远比7-11 远比全家便利商店的数量 来得更多 为什么 因为我们需要安定内在这一颗 不安定的心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一起来 探索一贯道 我们的老前人大德 厚德大帝他告诉我们说 一贯道不中悬坛 我们不探讨那些极奇怪怪的事情 我们也不空言理论 不讲话大饼 但是都没有去做 我们是要自己不断的去实践 力行 从我们来这里上课得到的东西当中 回去之后 有没有身体力行的去做 去实践 改变自己 从自己做起 印证我们的言行举止 是不是有符合上天老母 符合诸天先佛对于我们的一个期望 那也就是我们自身 以前老前人大德 常跟我们讲 修道很简单 要把自己做好 只有六个字 叫做改毛病 去脾气 很多人都听过 对不对 有没有做到 没有 因为今天觉得不行 我回家一定要好好跟我先生讲话 不行 我回家一定要好好跟我太太讲话 三天 三天之后 你为什么就不洗碗呢 昨天不是跟你说 晾衣服的时候 一定要肩膀的线在左边 三脚的线要对右边 只有三天 四不过三 有没有改毛病 有没有去脾气 所以佛祖告诉我们说 人的一辈子就是持续不断的修行 跟改变自己 那我们继续看 那我们把探索一贯道分成五个部分 来跟大家做一个探导 我们说一贯道的书胜之处 它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把它分成五个地方 第一个天命的书胜 第二个传道的书胜 第三个三宝的书胜 第四个修道的书胜 以及最后一个了道的书胜 那我们今天利用一个短暂的 六十分钟的时间 我们来跟大家探讨一下 这五个部分 什么是天命的书胜呢 天命的书胜 就是上天赋予给我们 身处为人的一个救度众生的使命 什么是救度众生 我们在人世间当中 我们各位前嫌 我们在有的我们的银宝师 带我们去求道的时候 他常常有告诉我们 在三宝简介的过程里面 曾经会提到一句话 他说天不言地不语 唯有人能够宏道立身 什么意思 平常我们没有法术 没有神通的人 你不能够感受到 今天观世音菩萨要告诉我什么 没有 通常没有 大部分的人都没有 所以天不言地不语 唯有人能够开金口 宏道立身 就像后学今天有这个机会 可以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这个动作我们就叫做 上天赋予了我们一个学习 代替先佛来传道的一个使命 所以上天赋予了我们 在生而为人 在这边能够有一个救度众生的使命 我们就尊称为天命的殊胜 所以弥勒老祖师 洪池大院 希望所有的在人世间的原胎的佛子 都能够生而回天 能够回到老母的身边 我们也称为这是白阳时期 末后收缘的一大事 让众生都能够脱离 生死因果与轮回 我们昨天有没有上到这一堂课 叫做生死因果与轮回 昨天的讲师应该有告诉我们说 菩萨为因 众生为果 你如果穿鞋子穿拖鞋 一定要踢到铁板才会痛 如果你已经有踢到过一次 请问你还会穿拖鞋去踢铁板吗 不会 所以知道的人就害怕 得到承受这个后果 不知道的人 他还是会这样子做 所以菩萨为因 菩萨知道明明我这样子做 必须承受这样的一个后果 所以他会从一开始 就不选择这样子做 所以三朝普渡是什么 在末后收缘的这个时候 上天老母大开普渡之门 所以他给我们 上渡弃天神仙 老母他要渡弃天仙是什么 弃天神仙 上天分成三个阶层 有礼天 弃天 以及向天 弃天仙就是我们平常 常常看到的王爷 或者是土地公 我们世俗里面 会进行绕境普渡的 这些我们平常看到 一般寺庙里面所供奉的神明 大部分都是弃天神仙 弃天神仙 他在人世间 可能有非常大的一个善举 所以他百年过往之后 玉皇大帝就撤封他为 某某某某神仙 那神仙在人世间享有我们人 给他供奉的香火 插香给他拜拜 一百年三百年五百年 最多一千年 那这个神仙享受了这样子的一个 百年的香火之后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怎么办 下来人间继续再轮回 继续再来 这就是弃天神仙 所以弃天神仙遇到了这样的一个 透过先佛明师一指 能够超生回天的机会 他要不要求道 要 但是因为我们讲过 必须要求道的时候 点传师告诉我们什么 必须要跪在佛前 才能够得受明师一指 透过先佛佛力的加持灌顶 为我们打开这一条 天人路通回天的这一条 光明而且正确的道路 我们各位前前有求过道吗 好 所以我们大家都有跪在佛前 得受明师一指 那是因为我们拥有这样子的一个 真实的色身 真实的肉身 能够真正的跪在先佛的面前 那接下来后学待会来跟大家 分享一个弃天先佛 他求道的一个故事 弃天先佛想要成道回天 我们称之为超拔 故事是怎么演下去的呢 我们继续看 接下来后学要跟大家介绍 这个弃天先王先生求道 他说他这辈子要拥护道盘 什么意思呢 他告诉我们说 后学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年纪比较增长的前辈 以前我们台语叫医生 怎么称呼 生死 对不对 所以王先生他本身就是一个医生 他是福建泉州人士 在西元1850年 西元1850年就是清末明初的时候 清末明初是我们的慈禧太后设政的时候 这个时候清朝跟台湾中间隔了一条什么海峡 台湾海峡 所以当时中国会认为我们台湾叫做化外之岛 就是花岛 他说我们台湾以前是藩邦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种族合起来的一个国家 一个小岛 一样是属于中国统治 那我们这个王先生呢 这个先生 他就在西元1850年的时候 他就来到了台湾的我们这个地方 然后绕脚在新竹的古咸里 古咸里就是我们现在空军基地 我们住在新竹的前前 知不知道有一个地方叫长城游泳池 好 过了长城游泳池继续往南了 会先经过一个很大的转弯 就在那个很大的转弯的右手边 有立了一个很像牌楼的庙 那个地方就叫古咸里 那个牌楼所供奉的就是王先生庙 这样大家有一点点概念了吗 好 那我们来讲王先生庙的故事 民国52年 我们先来讲一下王先生 西元1850年 我们这个先生来到了台湾这个地方 那因为他本身带有一定的一个医术 所以他经常为我们当地的人民 就是开药方 解决大家身体上的一些问题 然后也经常扮演了一个 有点像是里长的角色 因为种族很多种 有台湾原生的原住民 也有我们中国移民过来的 张州泉州的这些汉人 所以以前的人意见不合就怎样 意见不合的休趴 意见不合就打架 所以他就是扮演了一个 类似里长的角色 从中调停 你们不要吵架 大家要以和为贵 所以经常他就为大家 解决这个种族的纷争 那也为大家解决一些身体的病痛 那当时台湾的总督 有读过台湾历史篇的前显 应该就知道 台湾早期在中国还在统治的那个时间 是有台湾总督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铁路 就是在台湾总督的监督下 所盖起来的 然后台湾总督 就对我们这个神兴 发出一个警告 他说你这样子不行 他说朝廷已经三番两次说 你做这种调停的动作 他觉得你是在私底下挑拨离间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中国自古以来 君主的统治都是一掌独阵 都是我们的皇帝掌权 他很怕人民会造反 那台湾又是距离中国这么的远 他觉得他有可能在这个地方 会起义造反 所以我们的台湾总督就跟他说 你不要再做这个调停 你不要再做调停离长这种动作 你就管好你自己就好 那我们这个神兴呢 就跟我们当地的这个总督 他的这些侍从就跟他回报说 我只是希望大家不要吵架 不要每天这样打打杀杀 那总督呢三番两次的跟他警告 他都写信 回信给这个总督说 我没有做什么 我就只是做我该做的本分 后来呢台湾总督就真的在民国52年的时候 来到新竹 在西元1850年前后 总督就来到了新竹呢 就要弃拿他 捉拿他 然后来到了王先生所住的这个地方 就抓到他之后 他就跟他说 我是奉朝廷慈禧太后之命 今天要把你就地处斩 那他知道今天他大县已到 所以呢他也就没有 没有再表现出他要非常反抗之意 但是他心有不甘嘛 心有冤屈 所以呢当天呢就地处斩 那当这个我们这个就地处斩 以前处斩是什么 砍脖子 这个脖子一砍下去 流出来的血不是红色 是白色 而且是偏近透明的颜色 那我们都讲 以前我们都看过这个古代的电影 这被斩杀的犯人 如果出现了一些身体的征兆 或是天气出现了一些变化 代表这个人怎么样 心有冤屈 所以在那个当下 台湾的总督发现 怎么会出现这个状况 他才发现会不会真的 就像原本他讲的这样 其实他是心有不甘 有冤屈 所以他才知道当下他杀错人了 但是刀砍下去了吗 砍下去了吗 你手指头如果断了还可以接回去 脖子断了可能就没有办法接回去 所以生命已经消失殆尽 所以总督就在王先生的面前 就告诉他说 我知道今天我错杀你了 所以我决定要给予后葬 然后把你用最好的棺材的材质 然后将你封光后葬 然后他就葬在头前西桥的附近 那这个故事就到这边 但是王先生他回天之后 他还是经常的显灵来帮助当地的这些居民 那有一年我们在民国十几年的时候 我们在新竹这个地方就出现了瘟疫 那有很多当时附近这几个里 有很多的人民都饱受这样的一个摧残 就是生病没有药医 最后都死掉 然后当地的居民觉得不行 我们一定要到这个王先生的这个灵前 因为他以前是神西 是一个医生 然后附近的庙就发炉了 发炉之后就基同 就是我们的王先生的灵 就来显灵来批示 批示批什么 批药方 他说你们就照这个药方去抓药回来煎 喝一喝大家就会慢慢的好 说也奇怪 我们这附近这个里的人 他们就照这个王先生的这个批示 将这个药方开下去 煎药煮完之后 大家就陆续慢慢的好起来 所以在这附近方圆三五公里之内 大家对于王先生都带有一个非常感激之意 所以民国五十二年的时候 我们新竹的这一位林金元坛主 就是跟我们的这个王先生 就结下这样一个缘分 当天他是在端午节 那就在他家的后面 就是这个王先生庙 所以他说端午节放假有空 我们就来去庙里烧个香 结果他到庙里去的时候 就发现他在拜拜的时候 桌上有一张纸 就在他面前飞来飞去 他觉得这是一个特殊的景象 是不是今天我来拜拜庙里面的这个神 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所以回到家晚上 我们这个神心 王先生就来到了我们这个灵坛主的梦中 就跟他说 我知道你们家有佛堂 我知道你们家你是一个有求到的人 我呢也想要求到 你可不可以帮我告诉你们的老前人 他可不可以帮助我求得这个道 哇这个灵坛主晚上经过这一夜 非常的紧张 隔天早上呢 就跑到了我们 我们的这个厚德大帝高老前人 他在民国五十几年六十几年 那个时候呢 是在我们新竹市的市中心 开一间小小的店做生意 他就赶快去禀报我们的老前人说 我们家后面的这个庙 里面的这一尊神 跟我讲了这样子的一个话 那老前人就告诉我们当时的这个灵坛主 我就跟他说 弃天神要求到非同小可 因为他没有肉身 所以要超拔这一个神明 让他能够求得这个道 是需要非常大的一个功德力 所以除了要功德力之外 还需要证明他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真心 想要求得这个自古以来不清传的先天大道 所以老前人就告诉我们的灵坛主说 你可能要再到 第一个你要了解到他的真实姓名是什么 以前大家都叫他王神心 但是不知道他的全名是什么 所以老前人跟我们的灵坛主讲完之后 他又马上到庙里面去跟这个神心烧香说 我们老前人大德有告诉我们说 你如果想要求得这个道要超拔你的话 第一你必须要告诉我你的名字 第二我们老前人大德说 需要具备一定程度的一个功德 要度多少的人 然后要能够整理多少的善款 将这个善款来做一个功德回向之后 才能够为你来举办这样的一个超拔的一个仪式 他说需要准备黄金二十两 黄金二十两当时多不多 我们现在黄金你去不去金子一两多少钱 一两多少钱 不是六千多哦 一千六千多 一两是几千 那在民国五十几年要拿到十两黄金 有没有困难 他说要二十两 这是一个考验 考验我们有没有具备这样的一个真心 所以当时我们的这个灵坛主 他说温道哪有科研有这么多钱呢 他就去找了另外一位家里有安佛堂的这一位 邱元来坛主 他说坛主坛主 你快来到三天 我们家后边的这个佛座 说他想要求道 想要求道 所以邱元来坛主就跟林坛主说 你不要这么担心 我可以帮忙出一半 我出十两 你出十两 他说我们家没这么多钱 所以林坛主就很烦恼 他跑到王坚生庙去跟王坚生烧香 你说我很想要帮助你 可是我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家没有 不是像经济这么的富裕 当天晚上我们这个神兮呢 就又来跟他托梦 他说钱的事情你不要烦恼 我会处理 就从讲完 做完这个梦之后开始 因为这个林坛主他们家旁边在种稻 在种稻米 那他跟他的二伯大伯 他们三人在那里种种田就对了 那一期要收成的时候 他自己一个人负责的那个稻子 每一颗稻米都长出两个 两个稻子 跟他双包 所以别人一起的稻子收成六七千斤 他一个人那一期就收了一万五千斤 他的他自己的地 收成的稻米比他的二伯跟大伯加起来的还要多 他的二伯跟大伯那一年他们也想不通 比一比大家的地都比大 为什么你以前的稻子就比我三倍 然后就这样拿去稻子拿去卖 然后我们这个林坛主的孙子 那时候还在读国中 孙子就每天 因为他们家除了种稻米之外 还有种一些青菜 这个青菜就都要用那个很大的竹篮 把它放到三轮车上面 再从三轮车再载到市场去卖 那当时就有很多新竹各地的这些农 就是要来买菜的这些批货的 这些餐厅的或是开店的这些老板 就是看他年纪小又这么有力 然后觉得他很认真又很孝顺 所以都批他的货 他的菜都长得比别人特别漂亮 特别健康 就这样子 就这样默默的过了大概 到了民国六十年的时候 民国六十年的时候 他们就将这个黄金二十两交给老权人 希望老权人能够尽快为他完成 我们所谓的这个超拔的仪式 那我们的这一位灵坛主呢 他在民国六十年的时候 他就归了 乘到归天就回去了 回去之后呢 大概过了一百多天 他呢就回来结缘 结缘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什么呢 他说如今归后方势透 他说我现在我的灵回去上天了 回去之后才知道 欺负王爷人弃天 什么意思 他家后面有一间王爷的庙 他家后面有一间王爷庙 他说王爷显灵的事迹这么多 但他仍然还是弃天神仙 并没有真正的回到 礼天的这个礼遇 就是可以回去之后不再来轮回 所以他说王先生的事情还没有办好 依然带超拔 所以他告诉我们人生在世 生死世大 生死的事情是很重大的事情 是很要紧的 所以他说仙家凡人无两样 所以其实他说 佛祖跟人其实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人生在世要借假修真罪要关 后绝的妈妈每次在关心道经的时候 他常常去口头禅 他说台语是这样讲的 他说世甘是世甘用 离开世甘就无路用 所以人生下来的时候 全身脱光光 刚生下来的时候要减期待 所以你生不带来 没带东西来 将来要回去的时候 你也不会带任何东西回去 所以万般皆 万般皆 万般皆是假 唯有业 随生 所以什么东西都是假的 只有业 只有我们的业力 只有我们生死因果 要轮回的事情才是真的 所以他就来跟他的家里的人 分享了这一段 后来呢 又经过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他们才到了民国七十二年的时候 终于因缘继续 那我们的这个临世佛堂 跟我们这个丘员来谈主 他们家这边 才一起跟老前 一起来了了这样的一个 业力的这个一个缘分 将我们这个王先生举办这个操拔的仪式 那操拔之后呢 我们的这个王先生庙 他就受到上天策封他叫做善德大仙 就是他名称还是叫大仙 但是他这一次就是真正的回到我们礼天 跟其他的佛祖共同修行的这个地方 那这个是我们新竹在地的 王先生操拔之后 老母彻封为善德大仙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王先生庙 王先生庙在地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刚说三朝补渡 上渡弃天神仙 下渡地府 优明鬼魂 中渡我们人间的这些善男信女 接下来后学讲第二个实例 第二个实例讲的是 我们道场里面呢有一位黄典传师 他是居住在我们北埔这个区块 那我们的黄典传师他的阿公 阿公哦 就是他的阿公呢 在北埔这个地方呢 其实在民国大概五六十年 六七十年这个年代 在当地其实他是拥有蛮多土地的一个 就是皇家的一个 就是有点像园外这样子来形容 那因为早期呢 道并没有 就是在新竹不是非常的 就是大家都知道 当时他的阿公还没有求道 那因为家里的经济也算蛮富裕的 所以人生在世呢 就是交友广阔 那就是没有修道就对了 然后等到回去之后才开始发现说 原来在人生遇到有道没有修 那将来回去之后一样要受苦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在 我们在紫光佛堂 就是我们黄典传师在民国 八十七年这个时候 四月二十七号 紫光佛堂他们办了一个客家化的敦画班 我们今天办的是国语的 那客家人讲客语 所以他们就为了当地的民众呢 办了一个客语的哦 那我们可以看到当天 有开沙盘结缘 那当天来批讯文的有谁 我们看一下有中天玉皇 观法律主 观圣帝君法律主 观音菩萨 他们都是奉老母的玉子 今天来到佛堂 来跟大家结这个圣缘 我们看一下一页 那他们今天来结这个圣缘 要做什么呢 来告诉大家修道是后代的子孙 修道的宝贵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天牢考核师都察长黄景胜 这位黄景胜 就是我们这位黄瑞隆典传师 他的阿公 不是爸爸是阿公哦 还有他的妈妈叫魏凤妹 他说他当时他是一等亡灵 那我们经常在佛堂里面 偶尔会有仙佛来跟我们结缘 那之前我们在忏悔班的时候 曾经有请示过我们的仙佛 他告诉我们说 在地府的这些亡灵 有分三等亡灵 二等亡灵 一等亡灵 再继续往上去做一个推身 如果我们后代的子孙 在佛堂里面有学习 有了愿 有这样子的一个功德力 功德回向给我们的祖先 那他们在地府的身份 就会慢慢的提升 就可以到讲经所来听经 到地藏古佛的讲经所来听经 他告诉我们说 前面在讲说 他人生在世的时候 他其实是不懂得修道的 那就是又非常的好客 所以经常就是都会请他的太太 就是杀鸡啊杀鸭啊 就是会顿一座就是竹枕桌的 这个我们叫做三生 来请这些亲朋好友 那等到呢 等到过世之后 他才了解 他说无福消瘦 肉至难 只遭摘殃业家业 患得一生家所酸 在第五是被靠起来的 他说人生在世 田地广布胜得益 数字增加喜家欢 不知行善多记苦 富而为礼 德为天 所以人家 孔老夫子告诉我们什么 要富而好礼 我们家里祖先留给我们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具备良好的德性 具备良好的礼仪 让我们这样子才能够富而好礼 所以百年浑世一场梦 种中孤土亚难言 所以他告诉他 在地狱的时候 刀山地狱引镊子 油锅地狱不忍观 在世亲戚地府见 自身难保苦难言 那我们看后面 他说 信德孝孙孝儿等 紫光佛堂齐好园 后来因为他们家安坐了佛堂 赢到安虎等 他们家就是安了一间佛堂 所以安了这一家叫做紫光佛堂之后 地府官吏准听经 他们家安了佛堂 开始渡人成全之后 开始开班 开法会之后 地府里面的这些官员 就说好 你可以到地藏古佛的讲经所 来这里来学习听经 听佛经 献煞多少亲朋亲 忘无待于子孙等 行功立得选主瞻 什么意思 所以希望我今天来这里 跟大家结缘之后 你们能够了解 人生在世修道办到行功了愿 是真实的 是千真万确 不是乱讲的 去年更逢抄拔喜 我们刚刚又讲到抄拔了 这个是我们点燃师他的阿公 阿公有没有肉体 因为阿公已经回去了 而且阿公是在地狱里面受苦 当然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祖先在哪边 但是我们的黄点燃师他们家 就是为了他们的长辈 存有这样的一份孝心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的祖先在哪边 所以黄瑞荣经理的爸爸 就是他的爸爸 爸爸想要带他的爸爸 他的爸爸想要帮爸爸的爸爸 做抄拔 希望他也能够得受 这个上天所不清传的 这个先天大道 所以去年更逢抄拔喜 什么意思 在佛堂为他举办的 这样的一个操拔得道的仪式之后 脱去加索礼戒环 他就打开了他在地府手上的这个手铐 让他能够直升回到礼天 回到上天的最上面那一层去 天劳督察母慈敏 考核道果修道权 所以他的执师回到上天之后 劳母给了他一份工作 做什么 就是考核大家 他叫天劳督察 修道办到在佛堂里面行功了愿 会不会做错事 会 做错事回去一样要关 关什么 关天劳 地府叫地劳 先佛也会犯错的 做错一样要关 在关天劳 所以他是扮演一个督察的角色 类似警察 所以他 劳母给了他这样的一个工作 让他在上天的礼天里面 来做一个天劳督察考核的一份工作 所以从这里面 他就来告诉我们说 无在礼遇更加查 方小行功真往远 各自警醒雾迷妹 不敢多言返礼天 大家每一个超拔 沉道回天的先佛 大家都谢谢老前人 将这个宝贵的道 带到我们台湾来 然后谢谢所有的典传师 谢谢我们的三才 让大家有这个机会 能够明白跟了解 所以三朝普渡 上渡弃天神仙 下渡地府幽名鬼分 中渡人间善男性女 所以今天我们坐在这里 待会后觉告诉大家 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 是我们内在的灵性的自己 具备了几辈子的修行 才能够有这个机会 今天来到佛堂来听述 这样的一个法会 待会我们继续跟大家说 传道的书圣 什么是传道 我们在求道的时候 我们的银宝师 带领我们来到佛堂 求的这个道 那我们在讲三宝的时候 我们会听到讲解的讲师 他告诉我们说 今天能够来到这里求得这个道 是因为我们累世有修 内在灵性的这个自己 经过了几辈子的转换 灵性不变 身体换心 台语有一句话 过世叫做什么 贵心 贵心叫过身 所以世俗的人认为 过世的时候是灵性 要换过到另外一个身体去 所以才叫贵心 这样有了解吗 不过 你人走起来 感觉真的有贵心 感觉真的有贵心 我们如果人要离开这个人世间 灵性真的有换过到另外一个身体去吗 不予见得 所以今天能够求得这个道 第一个 内在灵性的自己累世有修 主上有积的 第三个 要与佛有缘 为什么要说与佛有缘 有的人他今天要求道 走到佛堂的门口 他就是进不去 有的人走到佛堂门口 他今天打电话 你家门没关 你是不是在喝汤 你家没人 何必邻居打电话来 他又回去了 下个月他又走到 人家下个月佛堂又要办到 他又来 来的路上他被车撞了 他车坏掉 他又没办法来求道 三番两次 那他为什么会三番两次没办法求道呢 会不会是他的业力在阻挡 昨天我们听过这堂课叫做 生死因果与轮回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 事出必有因 每一件事都带有他的一个 其来有志的一个原因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要学会一个动作叫做转念 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怨天尤人 今天我如果在路上做了什么事情 或是发生什么事情 第一个动作不要生气 有很多时候 我们在路上出了一些小小意外 有可能是他为你挡去了后面 有可能会出另外一个更大的意外 后期待会会再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 今天准备了五个故事 所以我们说每年我们在讲三宝的时候 像后学如果学习讲三宝都会告诉大家 我们每年贴春年的时候会写什么 三阳开态 有没有印象 我们贴了这么多年三阳开态 你了解什么意思吗 不是摩托车的那个三阳 三阳开态叫做青阳 红阳白阳 代表是我们佛历的三个时期 青阳时期 青初开花的时期 就是我们的道正要开始大开普渡的时候 这个时候道将君王 蓝灯古佛掌天盘 这个时候以前的和尚 第一个时期 无量受佛 乡下很多围墙旁边都有写 南无无量受佛 有没有 好很多人都看过 第二个时期 道将师儒 释迦摩尼佛 和尚双手和尸 南无无 阿弥陀佛 大家有没有印象 第三个 白阳时期 就是到现在这个时期 末后的时期 资本主义 每个人都为了赚钱很辛苦 道将伙宅 为什么叫伙宅 在家里要安佛堂 要学乡吗 学乡要专家吗 道将伙宅 是我们弥勒老祖师掌天盘 在这个时候 人心道德轮上 每天新闻打开 有人跳楼吗 有人跳楼吗 有谁的房间又收起了吗 就是灾节特别多 所以 为什么在这个时期 上天要大开普渡之门 让我们每一个人 可以先得而后修 这就是我们 这个传道的一个殊胜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白阳三圣 这是我们的金公祖师 就是我们米勒老祖师 去转世的 那我们的师尊跟师母 我们就是天然古佛 以及我们的中华圣母 传道的殊胜 我们每一位前贤都有经过 这个囚道的仪式 我们称为传道的殊胜 在传道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说我们的点传师 又称为我们的代表师 为什么叫代表师 后学待会继续跟大家解释 现在讲第二个故事 回到回教长老求道 印尼有一个长老 他已经八十几岁 修道有神通 什么神通 看得到神 可以跟他讲话 有一天他到邻居家拜访 看到了有一尊观世音菩萨 他看到观世音菩萨 他看到菩萨在跟他讲话 还对他笑 对他笑 然后他的邻居 看到这个长老 一直看他们家 桌上那尊观世音菩萨 他邻居就问他说 你干嘛一直看我家的佛祖 他说你家这个佛祖 不单纯 他说怎么会不单纯呢 他说你这个佛祖里面有佛 他心里讲说 我拜佛祖里面当然要有佛 他就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佛祖里面有佛 他说你这个观音菩萨里面 真的有一尊观音的 灵在里面 佛祖里面 他说他不只看到我 还对我笑 他说他干嘛对你笑 他说他对着我嘲笑 他说佛祖怎么会嘲笑你呢 他说他嘲笑我 笑我修道都看得到佛 但是什么都不知道 他笑我什么都不知道 隔一周他们家要安这个佛堂 这个佛还没安 佛祖只是请回来 还没有安佛堂 佛堂在楼上 然后这个长老就说 那下个礼拜你们家安佛堂的时候 我一定要来 我一定要来 佛祖叫我要来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于是他就来了 邻居家要办到 他说他一定要去一探就近 佛堂在楼上开始办到之后 佛堂在楼上 他说他看到有很多佛祖一直走上去 从楼梯走上去楼上 最后呢 因为他看到太多佛祖 他很害怕 他不敢上去 他不知道楼上在做什么 后来呢过了大概半个小时 他说他看到有一尊全身穿着金色盔甲的绳走下来 他急着赶快跪下来跟他做礼拜 回教礼拜 跪下来 然后结果他在抬头看的时候 怎么变成点船师了呢 怎么会变成点船师了呢 这个点船师年纪也很大 因为他知道楼下有一位 就是长老在楼下 所以他急着要下来跟他打打招呼 因为他知道他也是八十几岁 有羞之人 然后长老呢 看到点船师就说 怎么会是你啊 他说我知道你在楼下 所以我要赶快下来跟你打招呼 他说你们刚刚在楼上 为什么这么大声呢 我总共听到打雷的声音 打了八下 点船师跟他说 我们刚刚在楼上 为了怕吵到邻居 我们都很小声 我们没有大声喧哗 也没有开麦克风 他说可是我明明听到了 打了八下的雷声呢 结果是发生什么事呢 因为当天早上楼上有八个人求道 我们说求道的当下 天人入通 诸天先佛神圣在求道当下 先佛借由点船师的手 来为我们打开这个玄关的庙窍 玄关 讲三宝的时候 玄关说叫七孔八窍 结果就扫了玄关这一窍 所以他才想通 原来当天有八个人求道 那佛堂点到的时候呢 后来他就说 那我不管了 我今天一定要上去求道 后来他就上去 结果他上去是 他还不敢走上去 他是很恭敬的 跪着走上去 跪拜的上去楼上 他说当他上到佛上的时候 佛堂有请谈 就像我们今天这样 他说他看到有五尊大的仙佛 那仙佛已经大到房子都装不下了 有弥勒佛 观世音菩萨 济公老师 还有我们的吕先祖 就是吕法律祖 以及观法律祖 我们家的佛堂 刚好有摆着五尊 所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照片 弥勒佛 观世音菩萨 济公老师 吕先祖 还有观法律祖 所以后来他求完道之后 他就看到旁边的坛主办是有的很年轻 他就说你们仙佛就算你旁边走来走去 你们还坐着 你们应该要站着或跪着才对 带着一个恭敬的心 当天他求得了这一个 自古以来不清传的先天大道 这个叫做传道的殊胜 所以从那天之后他才了解到 原来道在每一个宗教都有 他说 长老说他到每一个地方去 都会看得到 每一个宗教的寺庙里面都有神 只是他很少看到 在举办求道仪式的那个当下 会有这么多的先佛 共聚在佛堂里面 让我们了解到 在办到求道这个当下 的确是有诸天先佛神圣 来为我们护这个法坛 我们看一下这个 所以天然古佛告诉我们说 明师一指点是 抄弃抄向路里 我们刚说上天分三个天 有礼天 弃天跟向天 抄弃抄向路里天 所以在所有的法门里面 点到的仪式是指指人心 建信成佛 所以大家要肯定 白杨三起要能够知行而一 知道还不够 还要去做 去立行行建改变自己 所以点到的时候里面讲一句话 我们有听到经理在念 虽然他念得很快 上次我们的忏悔班的时候 我们的三天主考的先佛 院长大人 他来告诉我们说 点到里面经理说什么 点传师说 这个可能有快速的念过 今天我们把它字写出来 让大家看一下 于今指你一条路 什么路 光明而且正确的道路 回到上天去的这一条路 所以大家要把握这一个 得到的 得来不义的这个缘分 郑成功大先 郑成功是谁 严平郡王 郑成功 当时他镇守台湾 击败荷兰人 所以他是一个大先 济公活博老师 引领他来求得 这个超把他成为 能够得到礼遇 回到上天去修行的 一个佛主 他告诉我们说 今世求道 因三世修行 内在灵性的自己 有经过三辈子的修行 这辈子才能够 求得这个大道 今生开法会 因为五世有修行 今生祝佛堂 因为七世有修行 今生亲口 因为十世有修行 所以今生你跟我在这一条 修行的路上 可知已经有多少辈子 有修行的呢 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 我们在开法会的时候 这是一个印尼的道清 他跟我们一样 来到佛堂上这个敦化班的课程 他说他看到的景象是这样 四个边在外面 有四个法律族 外面有很多很多 我们看不到的冤签债族 要来讨报 为什么 有的人在来开法会的时候 他觉得说吃素 亲口很好 从这辈子开始 他就要吃素 他要亲口 要断了这样的业障 所以很多业障怕什么 怕讨不到 讨不到 所以都在佛堂的外面 等什么 等着要讨报 所以让大家看一下 有这样子的一个照片 这是我们开法会 先佛为我们护法的一个 殊胜的一个景象 接下来讲三宝的殊胜 我们求道的时候 上天求给我们的点完师 他上天透过点完师的时候 为我们点到 先传你古河童 有没有 第二个再点玄关 第三来传口诀 讲三宝的时候 应该要告诉我们 为什么要把口诀记 为什么要把河童报 因为这个是将来 我们回到礼天剧的一个印证 才能够回到我们将来 该去的地方 忘记的会进不了这个门 所以大家要把三宝记好 好 这个是后学的奶奶 这是我的阿嬷 那我们都知道 人一辈子最怕什么 最怕归天 那但是修道里面 上天给我们的保证是什么 将来如果有一天我们归了 要回到上天去 有没有办法身软如眠 呈现一个瑞相 呈现一个慈祥安详的样子 那后学今年 吃到37岁 37岁 说真的 除了外公外婆 爷爷奶奶之外 还真的没有见过 人家过往的一个样子 那我们在世俗当中 所谓的叫做 青团好友 我们会沾养遗龙 对不对 那后学的阿嬷 因为从小很疼后学 所以后学奶奶 在今年的6月初的时候就成道归天 那后学有就是赶快就是再去跟阿嬷看一下 那其实后学在最后的那一刻其实有握握她的手 然后就是跟奶奶讲个几句话 那可以看得到呢 其实这就是上天给我们的一个力量 就是奶奶其实的面色非常的好 然后全身就是呈现一个瑞相 那我们很感恩就是上天能够引领奶奶 将来能够回到上天去修行 所以面相也非常的庄严 所以这个呢 是要让大家了解说 其实求道得到这个三宝 对内在的这个自己灵性的一个提升 是有相对的一个帮助 也是上天给我们的一个印证 所以修道是什么 修道其实就是从自己的生活当中去改变 我们说叫做内圣外王的功夫 刚刚我们开头讲老前人大德说 修道保持六个字 叫做改毛病去脾气 真的很难 我们连后学到现在也还在改 这个有时候我们不管做得再好 都一样被人家嫌 我在家的就又随我随三 人家也是说你做得不够好 好不好互相 所以要转念 这就是内圣外王的功夫 做不是做而已 还要做好 人家不是嫌弃你 嫌什么 嫌你没有做好 我们要不要做好 好这个字怎么写 一个女再一个子 男朋友跟男朋友两个人说好 叫做好 这样有没有好 好要记起来 先得而后修 大家有没有求得这个自古以来不清传的先天大道 有 你有开始修行了吗 还没还没就从今天开始 所以改毛病去脾气要做什么 提高自我的品格 我们的谢前常跟我们讲句话 在佛堂里面修道 在生活当中跟人家工作处事 做好第一件事情叫做什么 管好自己 你不用管别人的事情 你自己都管不好了 你还有心情管别人的事 不要七嘴八舌 不要管人家的事 为什么 你自己的事情都做不完了 你怎么还有心情管别人的事 所以第一个 管好自己 路到之门发心为首 修行即悟 立愿当先 所以在人世间要做什么 圣凡兼修 佛堂的课业 我们要去学习 人世间的事业 凡业 家里的家业 三业能不能够合一 去兼修 很难 因为一天就24个小时 要扣掉三分之一 八个小时要睡觉 剩下16个小时 16个小时里面 如果你家里有小孩 你还得照顾他 所以晚上回到家之后 到睡觉前 时间是小孩的 为什么 要洗澡洗衣服 弄吃饭给他 还要弄给他睡澡 弄到给他睡澡之后 你还要划两个小时手机 请问你还有时间 可以做自己做的事吗 管好自己 所以你看 圣凡兼修 重不重要 很重要 但是全部取决在 内在的自己 怎么想 怎么去分配 该分配的时间 过年的时候 老前人说 道场里面奉行的准则 叫做 笑剔词 沉浸性 所以我们家 有立下这样的一个规矩 不管是生日 或者是过年 我们一定要跟 我们的爸妈妈 给他一个鼎礼 给他一扣手 那过年的时候 长辈发红包 妈妈爸爸发红包给我们 我们到现在还是熟 为什么 因为妈妈说 过年包红包给我们 是希望我们在这一年当中 在工作当中 能够事业 能够财运 横通 那个叫压睡前 放枕头下面的 有一年我没有收 那一年我都没有什么 得到什么奖金 去年我有收 所以我今年奖金就比较多 红包要不要收 那我们要不要包给父母 要 为什么 因为要希望我们的父母亲 收这个红包的用意是什么 身体安康 身体健康 所以过年 大家要记起来 过年要不要跟长辈一扣手 我们家小孩也都这样 传承 笑剔子 人出生开始 做什么事 模仿 你怎么做 你下面的下一代 就看着你怎么做 你跟你老公老婆 每天吵架 就跟你说 叫你妈这样做 你现在骂完老公 等一下上去楼上 你再骂你儿子 你刚才不是这样干嘛 有没有学起来 这叫模仿 所以要以自身为准则 做一个出发点 把自己做好 做给人家看 他会学 那你做好的 他学什么 学好的 你如果做不好的呢 他就学不好的嘛 你洗澡跟他说 门要关起来 结果你自己洗澡 你都不关门 你刚洗澡 也没有关门 马上学起来 所以他什么都不会 学很快 所以我们要做好的事情 给下一代看 这叫模仿 所以以身作则 这是我们今年总谈的课程 他告诉我们说 你们的祖先 三世 六世 十世 十辈子以内的祖先 都可以因为这一次 你们来忏悔伴的因缘而沾光 我们又回到了刚刚讲的三朝普渡 在地狱刀山 冰张 火锅 受苦的这些祖先 他们有没有求到 没有 那我们来佛堂里面上课 来佛堂里面行宫 我们有没有看到 刚楼下有很多人在拍手 欢迎我们今天早上再来上课 他们就是来勤悟 来学习 那因为子孙在这里参加忏悔班 他们就可以暂时脱掉脚疗手铐 来到地府的听经堂 来这里一起来聆听忏悔班的课程 有求到的十世之内的祖先 十世的祖先有求到的 也都能够到天佛院去听忏悔班的课程 所以这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求到的殊胜 也是对我们已经过世的祖先 我们唯一能够给予他们帮助的 一个部分就是在这里 所以要让大家了解到 来这里不是头点一点就过去了 来这里如果有专心听课 我们的祖先也跟着我们一起 在这里上课 能够得到天恩师的一个加持 接下来后学要讲修道的殊胜 我们延续刚刚三朝普渡的一个概念 这是我们谢前人的父亲 在西元2006年的时候 佛堂他们从新竹移到竹北 那就是佛堂变大 因为谢前人的爸爸叫做谢阿天 他是在过往过世的前几年求道 那在过往的前一年有亲口 但是还来不及在道场里面学习了愿 没有很久就归了 成道回天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从过世的时候 这个是后学的阿公 过世的时候后学才两岁 那后学的印象当中 我曾经给阿公报过两次 我唯一有印象就是阿公好像有报过我 这样两次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当天因为我们有请谈 然后老前人那时候慈悲 让我们有一个就是批结缘讯文的一个缘分 那当天技工活博老师也有来 那他是这样子说的 他说大智若于低心气 仁意远波四海传 金金百炼品连正 先佛神圣自打点 他是大仁金仙谢阿田 这是后学的爷爷 他扣恩老前人 如果道没有宝贵的话 今天要怎么样来结缘写这个讯文呢 扣谢所有的欧老点传师 扣谢所有的点传师 扣老前人恩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 无心今日心地安 我今天心已经平静了 若无大道苦就是 今天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道 明师一点更古汉 若无三骑白阳士 九品连台整沾光 感谢前人多疼爱 一师人生永难赴 人的身体一旦失去了 就没有这样子一个缘分 可以跪在佛前来得受这一个 自古以来不清传的先天大道 所以行功利得后悔难 没有这个身体要怎么行功利得呢 天恩就是慈悲住 后代行功正经先 因为我们家就是阿公生了五个小孩 后学的两个姑姑 然后就是三个男生两个女生 我们这个家族里面就是 爷爷生出来的五个都是有在佛堂里面 我们也有五个都有安佛堂 所以后代在佛堂当中 如果有持续不断的在道场里面来学习 来行功了愿的话 他告诉我们说 后代行功让他能够正经先 真功不昧不须已 告诉我们这一切是真真实实 不需要怀疑的 有愿有贫既先天 今天我们在人世间当中 在上天佛前所许下的任何的愿望 都记在上天的本子里面 他告诉我们说 传统科学一念间 生死是大超成反 这一句刚刚好像也有看到 若无朝德三奇事 今日整可互谈宣 道贵实践努力做 既至述胜述家边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 就是不管是我们刚看到 子光佛堂的祖先来写的讯文 或者是我们家祖先来写的讯文 他都一再的告诉我们当中 在佛堂里面认真的去做 学习行功了愿 上天都记在上天的本子里面 这一切都是真实不虚的 分享给大家 最后我们讲了道的俗胜 我还有五分钟 这个我们先看一下 行功了愿 了愿还乡 回归礼天 如果有真参实修行功利得 利愿了愿 将来回到上天 上天老母就会给我们一个嘉奖 接下来要讲最后一个故事 这一位是我们高雄的 陈逢林坛主 我们称他为慧天将军 为什么叫慧天将军 用最快速度讲完最后一个故事 我们这一位陈坛主 他在高雄以前在后学还很小 大概差不多三四岁的时候 他以前服务在高雄的新竹货运 以前的货运不是像现在外面 7-11送货这样 开那个三顿半 以前的货运早期是三轮车 货放在三轮车上 踩三轮车送货 那我们这个陈坛主做人就是非常的老实 很老实 老板交办什么事我就怎么做 那也因为这样子 他就得到了他的老板的一个青睐 那因为他做事情非常认真 而且从来不会欺骗不欺瞒 老板看他认真 所以老板就说 这样子好了 我们做生意最怕什么 最怕收不到钱 不然就是钱被业务污走 那我看你做人老实老实的 以后钱就把你提升起来 当做业务负责收钱 那我们这个陈坛主 他老板交办他就照做 有一次他就到客人的公司 要去收这个送货的货款 骑三轮车送货快不快 不快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告诉人家说 我中午前到货 现在才有到货这个事 以前骑三轮车没有到货 所以有一家他的客户就很生气 每次跟他订很多货 他们送货就很慢 所以他去收钱 那个老板就不高兴 我怕你买给你收钱 高雄人都讲台语 对不对 我怕你买给你收钱 他说老板请问 为什么我今天不能收这个钱 你们送货这么慢 每次我下午要交 你们都隔天早上才来 我客人要收什么 来不及给 他说我告诉你 今天我要是没有让你走个十趟 我不会让你收钱的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承贪主 内心非常的内敛 他说老板我有听到了 十趟你说的 对我说的 你走十趟我才给你收 他就从办公室 走到最外面的马路 再走回来 这样有没有一趟 他又再走去到外面的马路 再走回来第二趟 他就这样老老实实的 慢慢的走了十趟 人走到第十趟 他走回来说 老板你好 我今天要来收货款 我刚刚总共走了十趟 不好意思 老板请问我今天 可以收这个货款回去吗 因为要跟老板交代 那个老板好气又好笑 好啦 我也是服了你了啦 今天就让你收啦 有没有收到钱 老板对他有没有佩服 他的老板对他也是这样 那做业务的收款 如果百分之百有收回来 可不可以有奖金 我们这个成坛组 每一年 从西元1992年 民国81年开始 当时我们奥地利的道长 正开始萌芽 他每年他就跟随 我们的点传师护法 随架点传师到奥地利去 他每年就请特休 请他的特休 他跟老板说 第一年要请老板不要 因为他说他请十天 老板以为他要落跑 他说老板我没有要落跑 我要去佛堂 你不要害怕 我还会回来 我会回来帮你收钱 他就请了十天 第二年又请了十天 第三年又请了十天 老板才相信 他真的要去奥地利佛堂 就这样 就这样他去了几年 你知道吗 去了26年 中间都没有间断 只要奥地利的道长需要他 他就一定到 退休之后 每年奥地利的签证有180天 他每年就在奥地利住半年 三个月一次 回来台湾三个月 再三个月去 再三个月回来 所以他一年有半年奉献在 奥地利的道长 就这样一辈子 即便中间有两三年曾经生病 他回来台湾休养 好了之后又继续再去 那在前一两年的时候 他就沉到归天 那高雄有一次开佛堂开法会的时候 我们就结下这个训文 他又来结缘 他告诉我们上天老母策封他叫做 会天将军 因为他就是一辈子这样子 持续不断的在道长当中来学习奉献 了这个愿 所以上天的果位 是我们人间定的 人间怎么做 上天就怎么看 这是我们的会天将军 最后告诉大家 书胜是什么 一贯道的书胜是要成就一个大同世界 我们有没有背过礼记礼运大同编 要牢有所踪 壮有所用 又有所长 很难 但是要不要做 要做 这样我们的后辈 我们下一代才有希望 所以从此之后 希望大家能够良心做主 内在的这里叫良心 有没有做主 看自己 所以我们要改毛病去脾气 希望各位前嫌 也能够一起加入这样的一个行列 我们要一起共同创造这个人间净土 一起来共同的努力 那今天的课程就学习到这边 如果有颠倒错乱的地方 请上天射嘴 不足的地方 请代办的表演师 以及我们代办的前嫌 来为后学做补充 感谢直辈 各位前嫌请起立 谢谢谢讲师开示一举功 谢谢谢讲师 各位前嫌请坐下